第1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3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第5个 尖碧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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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三股金刚书衣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坐手就是做金刚书衣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住右臂 从坐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书衣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我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 获得这种僵责 字幕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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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自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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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然受此苦 那么我们在轮回当中 如果接受安忍的话 这种痛苦并不是很严重的 而且这样的痛苦 不像跟我们昨天 前面所讲的那样的痛苦 前面的无始以来 在轮回当中感受各种痛苦 没有任何事宜 现在我们这样的苦行 有一定成办的利益 那为了众生的利益 解除众生的一切痛苦 我为什么欣然不接受 这样的痛苦呢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想 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 当然是对任何一个感受 都会非常执着的 尤其是在修行过程当中的苦行 或者说是遇到了 一些怨恨敌人的进行侮辱 诽谤等等这些 对我们来讲 还是有一种不乐意的感觉 这一点是 每一个凡夫人来讲 应该会有的 可是真正的 漫长轮回的痛苦 尤其是在地狱里面的汉热 饿鬼的饥饿 旁生的事宜等等 像这些痛苦 想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一个修行人 在寂静的地方无耻无传 精进修持 或者说 遇到了各种怨敌的时候 那种痛苦 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 应该说 我们为了解除大的痛苦 可以付出一些小的代价 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此我们修行当中 这样的安忍的痛苦 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可怕 一定能接受 如果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我们任何人也是 要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不一定会做的 但是我们哪怕是 一天听一堂课 只一苦行听一堂课 或者说 我们遇到了怨恨敌人的时候 他一次的侮辱非谤 我就没有亦还亦 也欣然接受 那这样的话 这个果宝 他的善业的果相当大的 尤其是我以发菩提心的舍持下 而安忍的话 那他的利益 对我的生生世世来讲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以欢喜心来 接受对方的一切损害 然后尤其是别人 无缘无故地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接受别人的这种损害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如果有一些原因 这个时候 自己也可能觉得是 我也曾经害过他 这次他不高兴是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能会这样的 但我们为了众生的利益 接受一点这些痛苦 应该说是可以的 是这样的啊 并非太多不入录 我做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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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些问题 已经嫌弃了 我做了一个问题 但是我做了一个问题 我做了一个问题 很多问题 我做了一个问题 我做了一个问题 Hope我做了一个问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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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破赞美敌人的嗔恨心 这个也是分三个方面讲 首先是第一个看为自恶之因应当受取 因为别人赞叹敌人的话 实际上是自己和他人都相互安乐的一种意 我们应该值得接受的意思 在中文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里来说 比如说 假设说有些人赞叹或者赞扬自己敌人的功德 那么敌人的功德的时候 他人就是获得快乐的 那么既然他获得快乐 那么我们自己的意识 我们自己对自己提醒说 意识你为什么不赞叹敌人啊 你也是为什么不享受这样的这种快乐呢 你不是整天都是喜欢快乐嘛 你如果整天喜欢快乐的话 人家赞叹敌人的时候肯定有这种快乐的 怎么有快乐呢 如果这个人没有看见敌人的功德 没有了知他的一些学问 文采等等 没有知道这样的话 他也不一定会赞叹的 他知道了 当然除了一些口是心非的人以外 一般别人要赞叹别人的时候 他已经看上了别人的有些学问 或者是人格魅力 或者是他的智慧敏锐等等 各种功德 之后他对他有一种羡慕的心 然后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赞叹的 说明赞叹者的相续当中 肯定会有这种快乐的 同时也有被赞叹者 也就是说敌人的相续当中 也会受到快乐的 那么这样一来 比如说一个人从心看胜处 发出这种自身 然后继续赞叹别人的 对自己关系非常不好的敌人的功德之后 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要观察自己的相续 看我们是怎么样的对待 但是有些人以赞叹自己的时候 自己都是西出往外 非常高兴 我没有这么样的功德 但是你既然这样赞叹的话 我也不得不接受 是可能有这方面的一点功德 不过别人也在这样赞叹过我 等等等等 然后如果把这个话 转到敌人的身上 然后赞叹他的时候 你都是念说的 马上变了 语气也马上变了 所以我们很多凡夫人 有这样的性格 实际上这种性格是非常不合理的 也是一种颠倒的行为 正在感觉给大家推动 再次能叹这样的 请不吝点订阅 这种请不吝点赞叹后面 现在当下一次 开户叹的信号 就 com这样的打 他们跟他们打 check 两个问题 就是这种守护患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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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有的上师 所有的诸武菩萨都会认可的 都会在不同的大小城的经典当中予以开许赞叹 亦以开许赞叹 然后这样的这种安乐 第四个也就是说我们随喜别人的这种快乐 实际上实际上是利盖众生 利盖众生当中主要是六度四色 而六度四色当中 这是属于爱与当中 爱与里面 因爲赞叹别人的时候 我不但不生嗔恨心 还乐意接受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种爱与里面包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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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要有改变 应该随喜 这一点作为修行者来讲 应该说非常重要 所有的众生不管是对你好 对你不好 然后他是丑陋的 或者是美丽的 他是富裕的 或者是一些卑贱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 我们发愿的对境 就是我们发愿的对境 所有的对境 我们对这些众生作为对境 就是愿他们快乐 愿他们幸福 这就是我们究竟的目标 对境界的对境界的对境界的对境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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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时候 我还是很愿意接受的 而别人赞叹我敌人的功德的时候 我心里面不快乐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 我们还是要寻找 有没有这种心态呢 我看除了一些大菩萨以外 每个人的心里当中还是会有的 因为一般来讲 别人受到赞叹的时候 作为有些愚者 别人赞叹的时候 自己非常的高兴 得一样 觉得自己有功德也好 没有功德也好 凡是别人赞叹的时候 自己就相当高兴的 而作为智者的话 别人赞叹你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过 观察而已的 他坦然处置 不一定马上会动心的 随着你的赞叹去 马上高兴 痛苦 不会有这样的 所谓智者的话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一些 凡夫人来讲 通常性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别人不管是你的名声上面 财富方面 功德上面 都进行赞叹 听说你学得特别好 你的口才很不错 等等 这样当面赞叹的时候 心里面应该说是很有快乐的 那么这个快乐的来源是什么呢 当然刚才赞叹者 他也是对你有一定的认可 然后他心里面有一种快乐 然后进行赞叹 但是你受赞叹者 因为对自己的赞叹 所以他愿意 别人有一种快乐 别人的这种快乐 愿意接受的 如果这个人就换一个口气 然后他第一次开始进行赞叹你 这个时候你也快乐 他也快乐 然后第二次 或者是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他又进行赞叹你的关系不好 这个怨害的敌人 那个时候你就心里面 好像不是特别的快乐 那几天不少问 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不快乐呢 因为刚才赞叹你的时候 你认可别人的这种快乐 而现在你就不认可别人的快乐 你心里马上受到刺激 你可能有各种语言来集聚他 他有什么功德 他如何如何 那功德方面 功德的本质上是有差别呢 还是你的分别念有问题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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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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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样的心态 那么我们前面说法的这些心 全部都是已经说妄语了 没有真实的严格实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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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